Hello,大家好 上几个我们讲到了原型覆盖层 那么这期课呢我们要讲 怎么给例如打水印 打水印这个功能 其实在一些商业APP 可能会见到的比较少 当然在商业APP的一些手机图片 在web单的显示上 可能会用到很多 好,我们直接看一下代码 首先这个代码是我们之前讲到 通过一个产案手势之后 得到一个座位点的那个地方 我们还没有去实现 这个产案手势的具体方法 我们只是往地图上设置的一个地图 显示具体中心区域 加载了一张地图而已 我们跑去看一下 最终是怎么样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只是有一张地图 然后我们产案手势并没有对它进行做什么操作 好,我们接下来要做就是产案之后 要实现一个水印的效果 我们这里还是一样的 以这个logo为水印 以这个曼旋的logo为水印 我们把它名字改一下 直接改成logo片季 好 然后我们去实现这个产案 产案手势动作方法在这里 这个方法在这里 我们这个方法之后呢 我们要得到什么呢 就是产案之后 要为这个地图打到水印 同样的上一刻我们是打水印是什么的 是先11块一个mk cycle是吧 以这个当前坐标的经纬度 coding为中心 然后100米范围是吧 然后这个水印是不一样的 这个水印一点上就是会为这个整张地图 只要是显示的去 全部会打到水印 所以我们这个不需要去创建什么 经路纬度的距离坐标 所以我们这一步产案之后 我们并不需要去取得这个产案之后的 相对应的经纬度坐标 我们这里是直接去实力化一个 mk title复刻层 title layer mk title layer 它是这个复刻层 对它进行一个初始化 但是这个初始化大家注意啊 它传的是什么 传的是个streen类型 UR template string 杀核路径 template杀核路径 那我们传一个saha路径 那这个saha路径是什么呢 很明显 它既然是一个覆盖层 是个水印 水印肯定是有张图片 对不对 这张图片在哪里呢 在saha的哪个地方呢 所以它要传一个saha路径 这个saha路径 我们就要取得这张图片的saha路径 那这个saha路径 我们怎么取呢 我们这样子 我们是创建一个路径 vr ur 它是nsur的一个实力 这个怎么得到它呢 我们有一个 我们在saha路径中 我们怎么取到saha里面的东西 saha路径是不是有个叫什么 bounce对不对 sbounce saha里面是叫sbounce sbundle是吧 它一个maybundle maybundle它就有一个url for resource 这个东西 就是说 sbundle它有个直接取得一个url for resource 就是对应的资源文件的url 这个文件的文件名叫什么呢 文件名叫做logo 那文件名它有没有后缀呢 扩展名叫什么 扩展名叫png 好 这样一取 我们就拿到了这张文件 在saha中的绝对路径 但这有个问题 你既然是png这个取 可能会有 会取到空值 是不是 要没有这种文件 怎么是空值 为了让它绝对显示 我们直接加个探导 就是说这个值一定有值 对不对 那这里你就不能写错名字 如果你这样写的话 一定有值你写的名字它就会崩掉了 比如说我这里写个logo一 行 那我这个这句话屏蔽掉 我这样测试一下 那肯定就会崩溃 然后跑到这句话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跑起来试一下测试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长按的话 肯定就崩在这一句 看我长按 立马就崩掉了 崩掉这一句 因为我名字取的 你既然是绝对路径 你固定式的是绝对有路径的 你就不能把logo写错 所以说 有时候你这个图片呢 你这里设置了logo add args啊 你甚至在这里要把add args都要加上 一定要完全一模一样的 包括后罪名全部要正确 才不会崩 你看我改过来之后 我长按 就不会崩了 就可以了 说明这个路径我们就取到了 好我们先把毛利器关掉 接着我们继续 这句话我们还是打开 这里我们加上备注 通过文件名称 找到文件在沙河中的绝对路径 好 找到路径之后 我们把这个UR传进来 因为注意这里是传一个实距 UR2是一个NSU2的对形 怎么转成实距呢 Dispression 对不对 以 以URL 去 创建 一个随应 随应准则吧 随应 准则 好 创建了这样的随应 然后我们MapView上要把这加上去 MapView 把这个TitleLayer加上去 添加 随应 同样的和我们的那个和我们之前的cyclecycle 是一样的 这样是并不会会有随应效果的 这只是说添加了告诉这地图要打随应 具体还没有打 只是告诉他要打 那怎么去打呢 还是一样的要走代理 你看我们现在长按任何效果都没有 对不对 好 我们关闭 同样的我们要走代理 MapView MapView 还是这个方法 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这里要注意了 这里我们现在要创建的不再是cycleround了 这叫TitleLayer了 TitleLayer了 MKTitleOverland 同样把这个Overlay的 强转成 MKTitleOverlay 创建 TitleOverlay了 Render 对不对 现在是告诉他 我要创建的不再是cycle了 现在是title了 对不对 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可能对上几课 又会更加深一点理解了 好 这里创建好之后 我们只需设计一个属性就好了 把它透明柱设为0.3 直接Lyturn 好 我们跑起来 错了 好 我们看一下效果 长按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图水印就打上了 你看 它是 只要可见的地方 它都会打到水印 这样一来 我们这张地图一看就知道是我们mine mine 学院出的地图 对不对 就不会说是你们各种删在能删在得去的 对不对 因为这个地图已经盖上我们的章了 对不对 说明这个地图就是我们开发的 对不对 好 这就是一个水印效果 用法和原型覆盖物其实原理是差不多的 只是它的创建方式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它是以绝对路径 一个图片绝对路径为实力化方法 然后加进去 同样的在这个代理里面是对应的 如果是cycle就是cycle 是title就是title plane就是plane 用法是差不多的 好 这一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